各位的表單也可以用手機直接來打 只是因為手機畫面比較小 但是相對有一個好處 手機可以用講話的 或者是你要用手寫的 因為有些人不習慣打注音 但是現在Google表單預設沒有APP Google表單現在預設是沒有APP的 那你可以用這個Chrome瀏覽器 點一下 Chrome瀏覽器出來之後 來網址列這個地方 網址列請幫我點一下之後 那對不起第一個還是要用搜尋的 要打英文字 但是如果你真的還是懶得打英文字 有沒有方法可以進到那個網站也可以 可以 你幫我用麥克風 Google表單 好各位可以看一下 目前打了字進去之後 然後 我沒有先停止 我忘了先停止麥克風 所以打了一大堆字 接收了一大堆字進去 好上面我再放大一點給各位看一下 好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是我手機最上方 有沒有Google表單 然後我按一下那個鍵盤的 來先再縮小一下 來我再按鍵盤這個右下角這裡送出 來送出 來送出 那這樣子呢 來各位看一下 我先把這個放大鏡放了 好 這裡Google表單搜尋出來 然後接下來我要打什麼呢 打什麼呢 你看到有綠色的字的 前面有一個廣告 請你就不要點它了 請你就不要點它了 好往下一點點 這邊 這邊怕是說明 因為它是about 沒關係我先點一下看看 它呈現的結果是如何 好 可以看起來可以 它進來 然後前往Google表單 這個藍色的 點進去 好 它就開一個新的起來了 那你也可以從上面這裡 先從上面這裡開始 點一下 然後開始準備講話 那就按麥克風 定變當系統 怎麼莫名其妙變打系統 這也差太多了 再一次 定變當系統 好 輸入完之後 你看我現在至少用講話的 就不用那邊打注音 打打打 或者手寫太慢了 好 上面打完之後 點到這裡 點到 它這邊不是有一個無標題嗎 點進去 字就從上面帶下來了 好 帶下來之後 接下來這邊就是第一個問題了 有沒有 第一個問題 然後呢 我點一下 然後 再去點麥克風 然後 姓名 怎麼 奇怪 我的發音有這麼差嗎 好 再一次 姓名 好 因為透過麥克風 恐怕就會比較 那個透過這個擴音器 它聲音就 那個 它就聽了那個 比較糊一點 好 好 這裡 就是類型 有沒有看到 減答 它預設就減答了 就是讓人 減答就是讓人家打簡單的幾個字的 那叫減答 好 來右下角 有沒有讓人家必點呢 是不是一定要點 一定要點 我就把它打開來 好 就是點這個地方 點一下 它就打開來了 好 我要增加第二個問題 我就按這個 左邊的加 左下角的加 要跑哪裏去啊 先把這個往上滑 好 有一點 我就說手機因為畫面太小 打字很麻煩 你看這邊是姓名對不對 這邊就是問題了 第二個問題要打什麼 比如說我這邊叫 我第二個 我點了第二個 我點了第二個 我用下去 來 在這裡 有沒有 然後我要打的是分機號碼 那我就所以我按麥克風 分機號碼 好 所以第二個也打完了 有沒有 所以來 至少第一個 訂便當系統 這邊是標題 然後呢 第一個問題姓名 第二個問題分機號碼 然後接下來我又想要第三個問題了 你就按左下角的加 又加一體在底下了 被鍵盤擋住了怎麼辦 往上滑一下這樣子就好 有沒有 分機號碼 底下這裡有下一個問題 這時候呢 我就是便當種類 來用麥克風 就是用這邊麥克風 來點一下 便當種類 好 有了便當種類 我還來不及關掉 結果又多講了 好了 便當種類 各位可以看到 接下來 這邊是選擇題 如果不是 請你點一下 然後 一樣選擇 選到選擇題 或下拉式選單 都可以 好 選擇題 然後接下來選項1 就開始了 什麼雞腿便當等等 點一下選項1 好 現在你看 點在選項1 我又可以用麥克風 排股便當 85元 有沒有 我就 這邊就可以打完 打完之後呢 換下一行 然後右下角的箭頭 點一下 是不是要進到第二個了 再點麥克風 雞排便當 95元 輸入完要按叉叉 別忘記了 就那個語音的叉叉要關掉 否則你 現在我在跟各位解釋的時候 那個字就會 一大堆都到後面去了 好 又輸入一個完了 那我再按下面的藍色 要換下一個 然後再來按麥克風 好 別忘了打叉叉 語音之後打叉 再接下來呢 再按藍色的箭頭 再去下一個 按麥克風 空肉便當 空肉便當 80元 按叉叉關掉 然後呢 再按藍色鍵 下一個 可以嗎 你看都這樣都可以 再按麥克風 速食便當 80元 好 叉叉關掉 是不是這樣就很快的 弄語音也可以 你看我至少在手機上 打完了一個了 好 我再把整個流程 再快速講一次 來 上面的網址列 上面 最上面叫網址列 我去點一下上面的網址列 然後 弄語音 Apple的語音 Apple的語音 鍵盤在這裡 底下 大概這個位置 好 Apple的在 不是 你不要看這個球 其中有一個是 有麥克風的圖案 好 Apple可以按那個 那Android的話 輸入法的話 大多數麥克風是在這 我等一下也順便請各位看看 你的輸入法跟我的不一樣 如果不一樣 等一下 我再插題出去 我跟各位講一下 請用Google的輸入法 我覺得 比較好 因為有些 其他的輸入法 他沒有學習的功能 以至於 常用的這個文字 他總是找不出來 有點麻煩 好 待會兒再講 好 左上角這裡 開始 要準備輸入了 按下麥克風 Google表單 好 輸入完之後 好 按下藍色的 右下角藍色的鍵 搜尋 然後呢 他搜尋出一大堆了 但是看看綠色的字旁邊 這邊有寫個廣告 請不要點它 我們點沒有廣告的 綠色字上面前面沒有寫廣告的 點這一個 點進去 好 出現這個之後呢 直接點中間藍色的 前往Google表單 去點下去 然後呢 然後呢 首先 這個藍底白字的 你必須要先打 這是黨名 所以 先去點一下 然後 準備 點麥克風 講話 並變當系統 它居然出現了這很奇怪的字 先不管 我就當做它試好了 這裡 輸入完之後 你再去點這個 無標題表單 點一下 上面的字就會帶下來了 那帶下來之後呢 請你把畫面往上移一下 就開始第一個問題 未命名的問題 好 這裡 開始點一下 然後呢 又再按一下麥克風 姓名 按一下XX 講完話別忘了按XX 然後 姓名怎麼沒有填 換成簡答啊 姓名 是要讓人家打文字用的 所以要選成簡答 所以不要用選擇題喔 所以 把這邊 選擇題換掉 換成簡答 可以嗎 姓名是簡答 然後 要不要碧田 碧田可以把它打開來 然後 再下一個問題怎麼出來 在下方 有個加號 可以點一下 然後呢 你看 剛才姓名在這旁邊 有個紅色行星代表碧田 那但是現在有第二個問題出來了 這一個問題呢 又開始用麥克風來輸入 分機號碼 打完了之後打XX 然後呢 一樣 一樣 選擇題 不對 我要減答才對 因為分機號碼直接讓人家 打幾個數字嘛 是要讓人家打的 所以就要用減答 所以把選擇題 點一下 咦 咦 怎麼沒有展開來呢 再一次 咦 這個選擇題 居然 居然展不開來了 咦 現在不聽話了 分機號碼 好 來再一次 好啦 有了 點一下 然後 分機號碼也是簡單 有沒有 哇 糟糕姓名怎麼跟分機號碼 調換位置了 有時候不小心拖到 沒關係 拖到了 上面有六個點點 有沒有看到 你可以按這六個點點 按著 往下拖 有沒有 這樣就可以交換位置了 你看 姓名 分機號碼 好 可以嗎 分機號碼也是簡單 做完了之後 接下來 是 第三個題目了 就按加 第三個題目 應該是 便當種類 然後是選擇題 然後各位接下來 點選項一 一樣是講話 排股便當 85元 然後 講完了 麥克風要關掉 然後 接下來 按 換行下一個 然後 接下來 它會跳到下一個 再去 打下一個便當 依序打完 可以嗎 好 那各位這個就練習 如果你用手機來輸入的話 練習 麥克風的切換 怎麼樣子 然後怎麼樣去新增題目 好吧 來試一下好不好 好